现在已经转为是柯黑的前柯文哲 他的操盘的网络社群的吴静怡 他说呢 这木可公司跟尼奥都是柯友友跟山友友 要抓内鬼大可不必 真正有问题的 他说就是黄珊珊跟李文宗 也就是这个木可公司啊 也就是那个柯文哲的同学 那刚才这个我们来宾也提到 王上志上志哥他讲 不该由黄珊珊来主导查账 当然上志哥还是倾向相信黄珊珊 他说可能黄珊珊会有世人不明 跟信赖过度的问题 不过呢 简舒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绿营早就几个剧本都已经在切香肠了 简舒培的爆料就是说 木可公关也跟柯文哲的靖总 都有一个共同的人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李婉轩 那李婉轩是否一边在柯文哲的靖总领薪水 但一边又可以代表木可公司 去跟厂商来接洽呢 这部分当然就要请教历师哥 这我只是简直 因为我跟加姆聊了一下这件事 他是专业人士 他说这简直你随便路边 随便你打一通电话给某个会计师 我可不可以咨询一下 如果人家好心理都得得救 就是说他犯的是一个非常低级 低级中的低级失误 首先我要跟大家讲 大家可能不了解 会计师签证是有多么严重的事情 根据会计师法 根据会计师法 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大家可以看 第47条会计师法 不得承办之签证工作 有没有看到 这里面他讲了很多 你不能乱签证 你不能乱签证 来这个他是有罚者 罚者多严重 你看 惩戒 第三条 对于所出具之财务报告 相关的这些东西的话 你发生输落或情结重大 这算是输落跟情结重大 我跟你讲 光是第一波报出来 减有3% 那就是够情结重大 而且都是单笔大笔几百万的 九百万啊 各位同学 这是会吊灶的哦 直接撤销 他这个会计师终身不能再做 那轻得严重的话 随便罚罚个100万也可以啊 那严重的是直接除名啊 所以今天端木正 现在大概插了一旦 但是问题是 这件事情 刚才永平姐说 找其他会计师没有错 但是因为这个报告 是他自己写的 所以他必须先针对 就是他这个报告进行更正 还有一个是重点是什么 因为刚才我们在广告期间 还有包括刚才大清哥也提到 这里面到底 凭证跟金流 我昨天一直讲这个嘛 我告诉大家 有凭证有金流 数字搞错 这叫记错 那个哪怕 记错是1000万跟1亿 那也叫记错 为什么 因为少一个人多一个人 这个常常有人在搞错 我们就遇过这种案子嘛 公读生善打错误 20万打成200万 这个国税局打来问说 你这个很严重 你们赶快处理吧 那当然善打错误 这都还赶快找到问题 都还是小事 我们全公司清查 然后把问题全部解决掉了 好跟大家讲 这里最大问题是 如果没有 没有就不是错了哦 善打失误那是小事哦 顶多交差异常交个报告 那罚点钱还可以处理啊 你如果是漏了 我跟他讲 那漏了就不是最简单的问题啊 漏了就是造假的问题 所以刚刚有明显讲的 这是有可能会变成 未造文素的问题 所以当初到底怎么签过 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啊 不是这么简单开玩笑 因为漏掉的都是大笔 然后更要命的就是 内部把这要丢出来 因为我们要了解到 不管是掉金流 掉账这些东西 国际局都可以做到掉账 就是政府的财政部可以做到这个 他在网上一查 叫做查金流 查金流要去跟法院申请 那现在民进党对于法院的控制 所以现在说实在的 民众党真的是挫了一旦哦 然后再来跟大家讲 还有昨天康仁俊丢出来 仁俊哥丢出来这些东西啊 那都很清楚 他这个甲方跟乙方 我跟大家讲 我刚刚把大家把合约给再看了一次哦 很清楚是这样的 这是KP秀 对这KP秀 为什么没有申报 我猜他们一定是输落在这里 木可公司是承办方 他的演出艺人叫做柯文哲 对不对 他请尼奥来承办 然后最后呢 尽管相关市政这个整理之后 他有给尼奥一笔 所谓的金费 那这个金费其实就是给尼奥来执行 也就是给尼奥的利润啊 就是说包含包在这里面 然后到时候要开发票 那这个钱再回回去 也就是说多出来的那个银鱼 再回回去给木可公司 木可公司就把这银鱼给收了 他木可公司可能认为啦 那个是他们公司的收入啦 可是问题就来了 木可公司因为是新成立的公司 它是不能抖内 它是不能政治现金 昨天我们讨论到这一题 所以还会有收回一个抖内 对一百万丢了出去 又收回来的问题嘛 那好那请问接下来金流去哪里 可是这更要命的事情是 木可公司不是跟一个艺人签约 它是跟一个候选人签约 然后他们当时主打的叫做 募款演唱会 那这就牵涉到政治现金法了 所以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情 是合理跟合法 募无法记啊 在这里头我一定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他那个演唱会呢 怎么样比较能够合法 是他要把那个买票的人啊 就是买票的那个人 他们不是有不同的票价吗 那他不是有一个成本吗 他扣除了成本呢 那他就把它摊到 譬如说我买8800的票 结果我扣掉了成本呢 我可能剩下的利润 假设剩1500好了 那这个1500呢 他其实是应该要去报说 是这个人的政治捐献 这样他就没事了 问题是他这样就要做到很细 他这样就要掌握到 每一个买票人的身份 其实他当时卖票 他有没有可能做到呢 是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网路很发达嘛 他如果同时有做组织 兼卖票的想法的话 他其实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处理 这样他就绝对不会有争议 可是他现在有争议 为什么会陷入刚才历史哥讲的难关呢 就是因为我刚才不是举了一个例子说 如果捐钱给你的公司 前一年是亏损的 他不能捐吗 捐了我们还得退回去 对不对 那这个木可呢 他因为前一年他也不存在 所以他没有税务资料 你不知道他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 所以他等于是新成立的公司 所以他也不可以做政治现金 所以才会使得这个76万呢 不知道跑去哪里 可是今天的这个部分 坦白讲 我刚才也分析 我觉得他法律的问题 还没有那么严重 他真的严重的是信任 当初买票去柯文哲演唱会的人 觉得我是赞助你的 就赞助你的我的钱跑去哪里 是他这件事情 难以对支持者说明 主要关键在这 对就是顺永平姐的话 我跟大家讲这才是问题 就说我今天买这个票 我是要抖内给你 但钱根本出不去啊 你不能随便从木可公司拿钱哦 哪怕木可公司就算哪怕 他的负责人叫柯文哲 抱歉柯文哲是不能随便从木可公司 拿钱去给他自己做竞选经费的 这也很要命啊 当然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木可公司怎么去做 可是刚好他又是个新公司 所以你会觉得说这 柯文哲定你选举吗 不是啊他选两届台北市长 台北市长是路人可以选的吗 也不是啊台北市长 那牵涉的金额规模 也是各县市长里面最大的 前几名绝对是头牌的嘛 所以怎么会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那更严重是人设的破碎啦 就是说我们一切要合法合规啊 各种方式 可是问题现在你内部爆料出来 那再来里面最让人家觉得 匪夷所思的地方是什么 为什么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在挺科的意见领袖们 出现了一些分歧 有些人对黄珊珊很温柔 有些人直批黄珊珊 对 黄珊珊是什么 他好久没有看到柯文哲了 所以我老早就讲了嘛 当时柯文哲选到后面的时候 禁办里面 专染独权的就是黄珊珊啊 我可以直白讲啊 蔡壁如被欺负到什么程度 蔡壁如成立了两间竞选办公室 柯文哲要去不去 蔡壁如怎么申请 禁办说不去就不去啊 当时他们还做了一个嘛 就是柯文哲到庙口去开奖嘛 结果没有人要接啊 是蔡壁如跳出来接啊 禁办不答应啊 然后呢最后是蔡壁如都办了 所以最后柯文哲又没人办嘛 所以柯文哲要去嘛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 诶 竞选总装是怎么不在 就看了一下就走了 这是牵涉到又牵涉到另外一个 就是他内部的心结嘛 所以当柯文哲 王不见王 诶 对王不见王嘛 而且呢 柯文哲 这个跟蔡壁如的事情 跟柯文哲跟黄珊珊的事情 显然不同 MG49 蔡壁如是可以把整本账拿出来 你看怎么查怎么查 这叫蔡壁如style 黄珊珊style是这个样子吗 再来 这背后还牵涉到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笔 然后出现了一个对不上的 对不上号的问题 很显然的是选完之后 要结账时期 黄珊珊是不是 就没有在管这后面的了 那如果没有在管后面的 结果你看哦 根据这个王上志哥说的 欠款半年说不过去 什么叫欠款半年说不过去 那就代表有些账黄珊珊答应了嘛 但是呢最后禁办给了没有 没收到钱 没收到钱 然后呢做账的人不知道 然后呢又稀里糊涂 那会计师又疏忽 没有单据没有汇款证明 也在做结账 为了要把账给平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到底这笔钱去了哪里 中间到底这笔钱去了哪里 不是一万两万啊 是几百万啊 九百万啊加起来啊 那很显然证明说 这当中有一个不一样地方 有两股势力在拉扯 导致这里面错落 然后有人不买 因为钱没有拿到 怎么说呢 我告诉大家 尼奥跟石乐背后是谁 直白讲黄珊珊 因为呢这个是所谓的三游泳 我们昨天讲那个知名制作人 尼奥跟石乐老板代老板 他是三游泳 木可背后是谁 木可背后是柯文哲的同学 所以这是两个系统 可是当时大家一起执行的时候 池子很大嘛 所以看起来很多事情是联合做的 所以这才是为什么 刚才大千哥说 这里面好像是不是有人丢东西出来 对 没有错就是有人从里面丢出来 所以现在出来的状况是什么 这个尼奥跟石乐 有很多钱没拿到 那为什么现在丢出来呢 就代表说里面有些东西已经压不住了 棺材板盖不住了 而且我告诉大家 两年条款 这我最近听到的消息 我猜是这个有点点关系 两年条款最近一次的 这个中央委员在讨论的时候 柯文哲再次重申了 两年到滚蛋换人 是不是因为这个有所谓的效应 有人不想走啊 会不会呢 你说不分区啊 对不对有可能啊 有没有这个状况呢 还是说给不给血 有没有这个状况呢 所以大家去想 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 我们不要没事乱生嘛 但是我只能讲我已知的部分 让大家想想看未知的部分 所以一定是某种利益联盟破坏了 所以才会从内部窩里返 本来大家有这么多 那我的是这部分 你的是这部分 他的是那部分 大家都分好了 突然之间说没有没有没有 没这件事 结果你还有我单 所以你看这个 你要跟十二的态度 也有个转弯嘛 一开始还没有讲那么清楚 后来突然跳出来说 我们就是没收到钱 整个事件的引爆 就是在十二公司跳出来 用康仁俊的这个 材料上面去把这个事情 丢出来之后 我没收到钱 结果就整个爆炸了嘛 爆炸之后 你看康仁俊就越下手越重了 那谁该在康仁俊后面呢 康仁俊跟谁很好 康仁俊是亲民党出来的嘛 请问黄珊珊是什么党出来的 所以这里面所有这些东西 我相信 大建议可能比我更清楚了 有些话 等一下看看 大家再继续解读一下 感谢我们的da vinci的donate 当初有人说赖不敢半科 那因为赖想要靠在野分裂 继续连任 那时候我就说不可能 现在证实我说的 因为赖很有自信 他觉得自己会抢回来前率的年轻人 而且他不想要2028国会 还像现在一样没有过半 可是在台南坏事 是坐镜的戴清德总会出差错的 他说了无学人真的不用怕 他会赢的 那也感谢我们的青春少年仔的斗内 他两度斗内 他说呢 柯文哲不要以为有些人挺科 蓝营的过这个 说老三以为几个蓝营的倒戈派挺他 他就可以赢得大选吗 这小英女孩黄珊珊利用完 这个柯文哲就不管柯文哲了 以后柯文哲的政治 已经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 他也说 检调有说压柯文哲了吗 慢慢看下去 现在只是让柯文哲人设崩坏而已 赖清德绝对不会办他的 他是选旗分裂 蓝白的活旗 那他也说 黄珊珊后面的老板 就是蔡英文 搞不好是他要 柯文哲反悔 黄珊珊的哥哥的B案 都还没有查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 但是请帮我注意一下字数 因为我这个念 就已经占了蛮多时间了 我请教一下大仙哥 民众党的前党务人士出来爆料 说柯文哲成立这个 等于说成立像木可公司等等 这些背后的因素 是因为柯文哲他希望 应该说他不希望党部介入太多的财物 他说他觉得任何的勤款 都得有凭有据的很不方便 所以今天就是因为为求方便 才衍生出后面这么多吗 我刚原本还以为是经验不足 但如果不是经验不足 而就是求一个方便呢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就是民众党内爆料的人还真多 对很多党务人士 他的前幕僚 他的前什么网路操盘手 他的前核心幕僚 什么前党务人士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这个政党整个天花板都在漏雨 整个政党都在漏风 他连着政党去登记了蔡壁如 都把他远放边疆了 所以这次民众党真的是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 这次出来爆料的人 他们手上拿的资料都很扎实 那么这一点 我觉得才是我们要密切注意的 是什么样的人 能够收集到这么扎实的资料 然后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大家有志一同的抛出来 这中间没有一个黑手 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这个背后的黑手是谁 这个背后的黑手 当然就是民进党 就民进党他准备好 先处理自己的郑文燦 接下来就把大刀挥向柯文哲 然后再挥向国民党 这本来就是民进党 准备要上演的戏码了 那么第三个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现在讲到的这个KP秀 他的问题还不算太大的原因 是我相信啦 你说木可公司自己A了 那个几十万 大概不至于 但是呢 木可公司因为它是一个 新成立的公司 它极有可能私下用现金给了 但是没有办法报 这种是在竞选的时候 常常会发生的事情 就有些人他捐钱给你 他不想曝光 所以他就私下给了你 后来我们在立法院 为了这样的案子 我们就修了政治现金法 就允许有匿名捐款的人 就是你可以匿名捐款 所以我觉得其实木可公司 这七十七万 不管他捐或没捐 其实最大的问题 只不过就是违反政治现金法而已 但是其他的呢 其他的就不是这样了 其他的该付的钱没有付 那没有付的钱 你怎么拿到单据 怎么去申报 会计是怎么认证 那这就是造假虚伪的问题了 这就是伪造文书的问题 这是有法律责任的问题 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现金 申报不实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看到 很多民进党的这些政治人物 每一次被抓到说 他拿了厂商什么钱 他就说抱歉啊 这是政治现金 那我顶多就是政治现金 申报不实啊 我罚款嘛 总可以了吧 可是问题是当你有 伪造文书问题的时候 那就不是政治现金 申报不实的问题了 那么而且我要讲的是 接下来呢 就只有这些吗 民进党准备了这么久 他手上还有多少料 克文哲恐怕要想清楚了 就刚才历史哥讲的很明白啊 当时克文哲在面对 他人生上一次挑战的时候 他是把所有的账目都贴在墙壁上 让大家一次看清楚 所以我所有的账都在这里了 你有什么问题 你就自己把它拿出来 我接受检验 可是这一次克文哲做得到吗 克文哲究竟要花多少时间 才能够把他这笔烂账查清楚 他敢不敢把这笔烂账贴在墙壁上 我觉得这是接下来 克文哲要面对最大的挑战了 他连三笔汇款记录到现在都不用丢出来 如果他丢出来一翻两瞬眼 就直接死掉了 所以我看到克文哲这个案子这样的爆发 我看到民进党这样的步步进逼 我心中的两个感触是什么 第一个 当克文哲被砍的时候 下一刀 国民党就要小心了 他不见得只砍克文哲 那国民党有没有人 有没有案 有没有料会不会爆出来 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赖清泽手上 在打的是什么样的牌 第二个我的感触是什么的 就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了 2026年跟2028年 就是蓝绿对决了 中间没有白了 如果我真的认为 克文哲要顺利度过这次的难关不容易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准备的 就是2026跟2028 我们蓝军要自己跟民进党一次对决 要蓝绿对决的能够赢过民进党 而不能够再靠白的去分掉一些民进党的选票 我们能够 是不是能够争取成为一个相对多数 这样的一个考量 我们的整个战略都要改变了 感谢我们Cinfia的斗内第二小时 欢迎大家去是加入我们周末大爆挂 你可以上YT搜寻大新闻大爆挂之后 请帮我们爱用订阅键 看到先缩图点个赞的海盗天市 加入关注讨论节目内容的行列 那当然呢 这个第二小时除了历史哥 还有准备很多挂 跟我们来报以外 我们也要欢迎我们另外两位 非常优质的节目来宾 我们的董哥 请记得帮我们多喝水喔 是 谢谢大家 谢谢 柯文哲的人设崩坏这件事情 要准备来讨论了 很多的解析稿都在讲说 900万元不清不楚 难道在柯文哲眼里 这900万可以只变成为瑕疵吗 或是漏报吗 尤其从昨天下午查账还在查 查到现在还没有最新的进度 那当然这个各大报都写出来了 柯文哲人设崩坏 绝非账户瑕疵就能够轻轻带过 我们看到的还有这种柯粉的 一些相关的群组 也被PET上面贴出来了 就是说有这个资深的柯粉在里面提到 我觉得阿伯已经不是曾经的阿伯了 被爆这么多事情都有证据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帮他反驳了 对就对错就错 不想盲目的追求 他也提到难怪最近身边的人 开始慢慢的转为变柯黑了 我相信啦 讲实话应该会被提掉 所以我干脆先退群组了 学习评论员黄伟瀚 文汉哥也提到了 民众党这一次有乱报福报 以及没有支出却已经申报的三大麻烦 但他认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福报的问题 民众党的粮仓如今多点失火 恐怕会复之一具 董哥你怎么看这起事件恐怕还没有结束呢 从下礼拜 就明天开始礼拜一 应该还有很多料 我想民进党光看这些委员们都跳出来 委员级的议员级的都跟着爆料 就知道还留有一手啊 从立法院16号 休会以后 照讲政治新闻都比较冷 最多就是个宪法法庭在开议嘛 那接下来就是奥运 奥运大家看到拿到二斤五同都觉得非常新闻 每天大力的去加油 那接下来这个礼拜 没有什么新闻啊 那当然就是柯文哲的新闻 那柯文哲的新闻当然他非常多 因为柯文哲过去 他是毒蛇 他每天就去呛别人 然后每天讲自己操守都好 他去呛讲完安都不敢早上七点就开会 他说我为什么敢开会 因为我操守很好 阿伯的操守其实 我很早就知道不好了 那过去讲也没人听 也会被出征 那现在讲了你就知道说原来柯文哲是这样 柯文哲第一次选台北市长马上找柯建明 说你帮我介绍一个人好不好 柯建明说介绍谁 他说你帮我介绍一下郭台铭 因为郭台铭是钱台湾最有钱的 你就知道他心里多么爱钱 那柯建明没有同意 所以人家已经提名 国民党已经提名连胜文了 对不对 大家知道那个过程 那柯文哲这一次 他其实 他现在所有东西就是想照以前那种方式 就是先推偷 推偷第一个就先指别人 郑文哲那个你们没有查 或怎么样 然后再去 再去推偷说 我们有 非常完善的会计师帮我们认证 你们会计师就有问题 刚刚彭先生你也提到的 这个会计师 是不是 柯文哲的台北市政府 因为那时候台北银行跟 互帮银行合并 所以我们在里面有股份 股份以后台北市长就推荐 端木正这个会计师去当他的读董 读董的钱 既然又跑回民众党 那你这个就已经不可思议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就是他们一直在占政府的小便宜 过去大家讲 什么寄生国会 其实不止 他们寄生市政府 市政府里面那些 充斥的都是他们党里面的一些幕僚 在做他们党的事 然后用市政府所有的资源 非常清楚 柯文哲一上任没有几天 市长市的幕僚 马上就发展信给兵役处 说我们在选举期间 有一个人帮我们很大的人 这个人姓周叫什么 把这个人赶快找出来 他现在要去服兵役 把他抓来到我们 市长市来 当爽兵 有这种事情啊 那柯文哲说 那是个幕僚个人事情 把这个幕僚还掉 这个幕僚没有多久 没有多久又升官 升什么官 悠游卡公司总经理 我说柯文哲这种 我老实讲 四个台语字可以讲 叫下戏下庭 可是他每次就 嬉皮下远好像大家都淹网他 有那么多小草庭他 那么多年轻人说 你们都在栽赃他 那不是啊 就就事论事 你每天在讲你的青年的时候 你自己做的是哪些事情嘛 所以 这一次看到了 他这件事情 慢慢 一件一件被爆出来的时候 越来 越不可思议啊 而且他也大啦啦 无所谓啊 公司叫做木可 木可是什么 木可 木可就是柯嘛 自恋到这种地步 对不对 木可你不可 对不对 立人你不能 每天嘴巴 都在讲这个 那到最后 其实都是你在做嘛 其实柯文哲自己 想过两次市长 他自己很清楚 再一次总统 这次总统 被人家抓到 我都怀疑 他以前选市长 其实就是这样在报 只是过去他身世高 没有人敢去查他的嘛 那时候你要查他 他就说你破坏嘛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 那大家记得柯文哲 第一次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的敬天总監事 是姚立平 第二次民进党提名的 姚文志 那时候姚立平的立长 已经支持民进党 姚立平在节目上怎么爆料 姚文志说我当总監事 有一天他们拿了一张 这么大的搜集 上面写五百万 要我签字 大家记得那件事情嘛 那一张搜集就写五百万 然后他就只好签 那他在第二次选题的时候 他哪都在讲 那柯文哲这里把他修理他 说怎么样 那其实 这种事情要查很容易查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这些单据 你要附上去 然后在表格上面写 我这笔用了什么钱 单据在这里 一件一件附在上去 有单据 你上面才会有名目 这个单据包括花票 包括搜集 包括租任契业 你有时候跟人家租金田总部 就是相关的这些 那你都要附在上面才有 才能够爆掉这个 那现在光这三笔 请问你的花票从何而来 他一定有花票 那花票肯定是假的嘛 人家这公司已经火烂 这两家公司火烂 我们没有这三笔收入啊 那你怎么会有他的花票呢 你们这就开假花票 这不止伪造文书啊 伪造文书是把钱弄走嘛 对不对 就好像公司这个家伙 这个小编 A了18万 然后只记大购而已 这是侵占嘛 你把公司的钱拿走 这怎么会没有法律行责呢 所以你今天看到 柯文哲这个做法 觉得他已经胆大包天了 就我过去敢这样做 你们拿我没办法 那这次 他已经想过两次市长了 要怎么报 他其实是非常清楚 那他那时候竟然总部 是黄珊珊在负责 黄珊珊 从民国87年第一次选议员 自己至少想过十次 他至少要报十次 他怎么会不懂呢 对 对不对 这个报太简单了嘛 你要说别人没经验 黄珊珊我都是不信 是啊 他又是律师 然后他自己又想过十几次 对 那这些怎么会 你的单记何来嘛 最主要就是单记何来 没有单记你上面不会填嘛 因为一格一格嘛 所以就是 可以看到了 我觉得他们胆子越来越大 那 其实让柯文哲整个人设崩坏 因为他过去都在标榜 他是最精年嘛 蓝粒 垃圾不分蓝粒 那现在大家看到 民进党 那民众党里面最大咖的 就是两个人 一个柯文哲 当过台北市长 又是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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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高宏安嘛 新竹市长嘛 是他们最重要的 一个 一个执政县市嘛 那两个都 现在都被人家看穿了 那 那多少小草 我相信他们一定也很崩溃 对 因为他们最后一天在造势的时候 我路过 看到哇 这么多人挺柯文的 我已经说哇 真的年轻人很多 每个人 头上还弄一个小草的 一个小灯这样 会不会是木可的这个 周边 是啊 那就是他们的产品啊 是不是 产品就思想缩缩转了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 这一幕 老实讲 很少看到一个 哦 一个政客 痘漏了这么快 一般都会先浅藏一阵子 表示自己很青年 跟人家不一样 我有别一难力 会这样 那前面有一个 前面有一个 就是 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习永明 习永明以前 也常跟我同台啊 东吴大学 政治系教授 那 当了时代力量 的那个党主席 不问其立委 收钱也是一样 三百万现金 对不对 然后介入了收购案 那贪入罪起诉啊 那也是很快啊 就是差不多五年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 我觉得台湾 我们对很多 政治很失望 然后对很多新结起的 政党或政治人物 就非常有期待 觉得说哇 他果然不一样 那柯文哲的风格 让人家觉得说 他不一样啊 他每年 每天 都把 青年勤政爱乡土 这是民进党的 走路民进党 中央党部 上面是挂这七个字耶 民进党当然现在不青年 对不对 不勤政 不爱乡土 他们爱草土地 没有爱乡土 所以今天看到了 柯文哲这做法 到现在还在推脱 我老实讲 像这种案子 当你被人家讲的时候 你 大概半天就查了出来了 这个账都在电脑里面嘛 那你那些单机都有 自己都有影印本 你把它拿出来 你当初是怎么报的嘛 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 大家看到 柯文哲那时候的声势 很多事情不敢办 就像我刚刚讲 姚立明讲的这件事情 姚立明讲这件事情 也不可思议啊 那他讲的时候 已经是2018年的事情 监察院为什么没有查 监察院跟说 姚立明这样讲 我们把这东西拿出来 对啊 为什么真的有一张 500万的收集 莫名其妙 怎么可以这样呢 那这个就是 最轻叫做财产申报不实 可是最重的就是 你这张单机从何而来 有谁在配合你 上面一定有个公司嘛 有个公司一定 有这个公司的 登记的一个字号嘛 这家公司就要凭这张 去报账 报税 都要嘛 那这个就牵扯到 逃漏税的问题 其实是很严重 可是过去从来都不闻不问 那这一次会比较大 我老实讲 最主要是因为 立明一直冲撞他 那现在民进党在执政 大家知道高宏安办了 大家都讲 下来就办柯文哲 那这个案子 他没有办法不被办嘛 即使他太太出来讲东讲西 那是一股脑都有事耶 不是太太頂就可以耶 你看柯文哲过去 就是一张嘴巴在讲 别人不清廉 他过去栽账马航九 所以马航九过去贪污 找宜文来顶罪 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马航九跟宜文 同时被贪污罪起诉 宜文还都马航九一项罪名 违照文书 因为那个账策是他做的嘛 后来态度罪通通无罪 那宜文的违照文书没有无罪 还去坐牢啊 那他们就一直抓著 宜文就是替马航九坐牢 马航九就是他 柯文哲到处讲耶 说我不会让我的属下成为宜文 那陈佩吉是宜文嘛 还是你儿子是宜文 现在一堆人 柯文哲现在 他的态度就表明他不知道耶 到目前为止他表明不知道 都是这个疏忽 那个疏忽 那你柯文哲 这太肉了 让人家看不起嘛 你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态度 还是自己不知道 就认为说这是一个疏忽 一个瑕疵 这个不是疏忽嘛 这是作假 作假 就你的单记何来 你拿单记现在就拿出来给我看啊 单记半天就绝对拿得出来的 影印本你身上绝对有嘛 那为什么要搞这么四五天呢 什么都拿不出来 还在那边 我们还在调查中 你先把这三张单记拿给大家看 这两家公司说我们有 这三笔钱我们都没有收到 你如何有我们的单记 对不对 这个是最简单的 我觉得柯文哲 就以前用他耍赖 还有高的声望 他可以赖掉了 然后让媒体不了了之 但是因为下个礼拜 没有什么政治新闻嘛 也不会有太大新闻 因为奥运也比完了嘛 奥运比完了 大家就来算算总账啊 让我们来检视 这位台湾阿伯啊 他每天在骂别人不清廉啊 民众党跟国民党跟民党不一样 民众党不贪污 他讲的都好听啊 那现在不是啊 所以今天看到柯文哲这个 你可以发现了 除了前面还有北市那三个案子 对不对 北市科 台志光 金华城 这些案子瑕疵重重 他也都是赖掉了 所以我们都有上网 那人家问你的 你要解释啊 你为什么 在三次会议里面 要做这样的指示啊 那所有这些东西 他都不说明 他要是理亏的时候 就用强词斗理 把你呛回去 好像他振振有词 然后很多小草就顶他 为什么要顶他 因为内心认为 阿伯绝对不会爱财 不会贪 绝对没有这回事 那怎么可以这样 今天作为一个政党 自己很清楚嘛 那我觉得说柯文哲 当然 他现在一定奥违不及 奥违在哪里 怎么会被你们发现 做账也不做好一点 他心里一定在讲这样 可是 今天作为一个 台湾这么多人 期待的政治人物 他自己必须要看看 用自己过去那种 嬉皮笑脸 然后 一口就说没有 我们有会计师 有什么都讲了自己的那个 你要把别人的质疑 拿出来给大家看 今天柯文哲 柯文哲跟过去的柯文哲 一样 他从来不拿出来 他从来跟你抵赖到底 然后我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看到柯文哲这个事件 他下个礼拜 下下礼拜一定会继续的烧下去 因为所有东西都会被检视嘛 那你 你就是在做这事情 他以前做什么 大家就轻轻的原谅他嘛 譬如说北杰董事长 他找自己的同学李文忠 公司他找李文忠的妹妹李文坚 他不逼会 要是别人找就被骂死了 你怎么可以找自己的同学亲信 都进入市政乳里面 用市政乳的钱在养他们呢 这都是毁于手势 别人做都不行的 柯文哲做都可以 而且还大啦啦的自己讲自己很清廉 很公正很不爱钱 那我觉得说你讲这样的话 现在跌了这一跤就会越重 我要推荐给大家一项新产品 是我非常喜欢的 在最近中间推出的新品牌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他擦了之后呢 除了可以缓解日晒之后的不适 最重要的是可以作为日常的肌肤保养 所以您只要看完接下来影片之后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卤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卤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卤卤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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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 Your Care